我亲爸是毒枭 他抛弃我多年 现在他领养的好儿子又把我打扫 为了就回江亿 也为了除掉他这丧尽天良的毒枭 我同意回到他身边 但他不知道 其实我是卧底 我永远记得我妈替我爸挡子弹的那天 他捂着胸口用尽全力叫我别过去 年少的我不知所措的站在枪林弹雨里 他倒在血泊中嘴唇微动 对不起 这是我妈死之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看懂了 他用自己的命换我爸的命 所以他才能在众多警察追捕他的情况下 有机会逃跑 只不过没想着带上我 我朝他跑过去时不小心摔了个亮枪 再和他不到两米的距离 我眼睁睁看着他 没有丝毫犹豫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他似乎是早就做好了决定 那天的雨水格外冰凉 砸在我娇小的身板上时不由地打个哆嗦 我站起身连衣服上的泥都顾不得 回头用那清澈的眼眸 望向安静躺在地上的妈妈 似乎是想要一个答案 妈妈会告诉我 爸爸不是不要我 他会回来接我 雨水拍打我的同时 也冲刷着地上的血迹 我妈妈的 我大伯和婶子的 还有一些叔叔的 我没哭 因为年纪太小不懂什么叫做抛弃 但我爸会给我上人生第一课 课程就叫做抛弃 十岁 我成了孤身艺人 被送到孤儿院 电视机里播放着有关我爸的消息 我想多看几眼 却被院长阿姨换的频道 动画片不是我想看的 偶然听到老师们谈论我爸 许燕竟然是我们是最大的黑恶势力 到现在警察还没抓到他 可怜了许音 那孩子这么小就成了孤儿 他们说的不对 我爸明明是商人 我妈妈经常陪他出去应酬的 转眼我在过院已经半年多 我爸没来接我 只有谭叔叔来看我 他喊对我送来了我妈妈的骨灰 我认得他 他以前是我爸的得力助手 抓捕我爸的那天 他也在场 身穿警察制服 动作行云流水 我好像开始明白 我爸是不会来接我了 我再也不是有爸妈疼爱的小公主 这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 而我几乎每个晚上 都会梦到我妈死的那天 满身鲜血倒在我面前 对我说对不起 每每夜深人进食 我都被噩梦惊醒 抬手抹去额头细腻的汗珠 侧身蜷缩在床上 任凭无助和委屈将我吞噬 我妈妈的骨灰 是我的唯一寄托 陪伴了我在过院 度过的日日夜夜 我接受了我是孤儿的事实 现在的我已经不再 对我爸抱着任何期待 有天院长阿姨告诉我 有人想要领养我 可我不想 因为我可能是个 充满厄运的孩子 院长阿姨将我带到 我用力的点了头 许是因为我被他们一家人 在一起的氛围打动 又许是内心的某处柔软 被那个小女娃娃触动 从那天开始我有了新的名字 叫何物 我有家 有爸爸妈妈 有兄弟姐妹 再也不是孤身一个人 这么多年过去 何家的人已经是我的亲人 初三那年 我病了 我妈几天几宿都没睡过好觉 守在我的床前照顾我 陪着我 大哥和小月放学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医院看我 他总是能将我保护得很好 无论是在学校里 还是在我亲爸的问题上 而小月总是能逗我笑 与我无话不谈 我觉得 此生在何家 足矣 大四那年 我考上美国的研究生 到美国两周后 我亲爸突然出现 叫我跟他走 他好像对我行踪了如指掌 这让我意识到 他除了派徐北去国内上学 盯着我以外 还安插了其他的人 我很生气 十几年没见 他仿佛没什么变化 既没有因为害死我妈而为你不振 也没有因为抛弃了我 而愧疚难眠 从前的我 一直都想当面问他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我 难道权势和利益 比我和妈妈还重要吗 但现在这问题的答案 对我来说早就不重要了 我满意我现在的生活 我有爱我的家人 多年的抛弃 让我对他只有一种情感 那就是恨 我恨他害死我亲妈 恨他的不负责任 更恨他找新欢 还把新欢带到我面前 安英跟我回家 他不理解 他是怎么做到若无其事的 又以什么身份叫我跟他走 我看向他的目光里 带有浓浓的讽刺 回家 什么是家 你那里从来都不是我家 他眼中有什么情绪一闪而过 但绝不是愧疚 随即垂下眼眸 右手拇指和食指 转动着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那戒指在我看来格外刺眼 因为这并不是他和我亲妈的婚戒 我们二人之间沉默了很久 拜承他开口道 看来你的养父母带你很好 是 我没半刻停顿地回答他 同时无所畏惧地对上他的眼睛 他们在我心里 从来都不是什么养父母 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说着 我眼中不受控制的不满恨意 语气都中了几分 你害死我妈 就应该一辈子活在愧疚和自责里 而不是打着爱她的名义 找她的替代品 因为我发现 那女人的眉眼和我妈极相 我无力地靠在一背上 悠悠地问出一句 你到底爱过我妈妈吗 阿姨你知道的 我心里只有你妈一个人 这个答案谁会信呢 她自己信吗 语气说是问她 倒不如说是我的嘲讽 我替我妈妈不值 她可是用命换的她活着 而她却执迷不悟 跑到青莱府边境 做起丧尽天良的大毒枭 害得多少孩子 沦落到和我小时候一样的地步 够了 我强忍心底里的厌恶 面上却不险 我妈死了 你当然想找谁成家都行 但请你别来打扰我 我不想再做许音 我头也不回地 朝咖啡厅外走 那年夏天的回忆 却如同滔滔江水般 涌进我的脑海 我妈是如何 奋不顾身地跑过去 挡在她身前 手摸上咖啡厅的门把手 我在玻璃门中 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我现在的表情 会来烦我一次 这次她向我提了条件 要我跟她派来的 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一起学习和训练 她才答应不来找我 这种好事 我没理由拒绝 我每天除了上课 就要跟他们学习射击 格斗 拳击 开手铐等等 因为我有武术的底子 所以学习起来 并没有那么吃力 她也新手了承诺 这一年都没再来烦我 演艺的生活结束 我放假回家 她向我大哥交了女朋友 听小月说 是大哥开车不小心撞到她 两人才认识的 已经交往了半年多 可我哥每周都会和我视频通话 他却从来没跟我提过她 交了女朋友 林恩的确温柔贤惠 会帮家里的阿姨做饭 也会收拾卫生 懂得照顾我哥 甚至和我相处的特别好 可我总觉得 他没那么喜欢我哥 直到那天 我见他切水果时 握着水果刀 空隙间他习惯性的转刀 这动作让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劲 因为手法让我眼熟 我告诉自己这是巧合 但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呢 过去的这些日子 她的确对我的事很上心 包括对我的照顾 超出于对任何人的 晚上趁客厅没人 我故意摔碎她刚刷好的盘子 表情中全是愧疚 十分抱歉地用泰语说了句 对不起 下一秒她就用泰语脱口而出 没关系 我表情一瞬冷硬 没了刚才的愧疚 迅速抓起一旁的水果刀 快速从她身后抵到她的脖子前 毕生质问 谁让你接近我大哥的 她嘴角微微息动 却还是选择沉默不语 你以为我不会动手是吧 我没丝毫犹豫地 将水果刀的刀尖插进她肩膀 她愣哼一声 你已经猜到了 为什么还问 是啊 我已经猜到了 她说不会去美国打扰我 结果却把手直接伸进了河家 我抽出水果刀 用力将她推到一边 冷冷地瞪着她 去告诉你老板 手别伸太长了 我用手中沾染鲜血的水果刀指着她 眼里里满是威胁和警告 河家的人对我来说 比我的命还重要 如果她感动河家的任何一个人 我一定让她后悔 她却忍着伤口的疼痛 也要对我解释 我起初接近她 是为了打探河家的事 但是阿英 不管你信不信 我已经爱上河鱼了 我不想离开她 别叫我阿英 我瞪大眼眸看她 声音不禁声了几分 随即又平静下来 仿佛一只准备撕咬对手前 暂时安静的狼 感情的是 谁能说了明白 如果我哥爱你的话 我们都不会见你的身份 可是以谎言开始的爱情 怎么会圆满呢 我没避她离开 但她还是突然消失了 思来想去 我觉得我大哥作为当事人 有权利知道这件事 我把他的身份告诉了我大哥 可他竟然平平淡淡地说了句 我知道 为了我 我大哥竟然甘愿搭上自己的爱情 他张开双臂 将我抱进他充满安全感的怀里 抬手轻拍着我的背 就和小时候一样 哭出声没关系 大哥在这 我提前半年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 回家帮大哥分担生意 可今天去我哥办公室谈工作的时候 就见他一副心急如焚的模样 大哥出什么事了 见他这副模样 我猜到有大事发生 这么多年 他还是头一次急成这样 打电话使手都在不自觉的颤抖 他说江义出事了 让我先报警 他带人去找 桌子上他的手机屏幕还亮着 我拿过手机 看到江义发过来的地址时 不禁瞳孔一缩 心里涌上一股叫做愤恨的情绪 这位置里显示的咖啡店是徐北的 徐北 我亲生父亲领养的好儿子 曾经他派徐北到中国上学 目的是让徐北接近我 劝我回到他身边 这是他的官用伎俩 就像当初他派林恩接近我大哥一样 可谁也没想到 徐北上学时爱上了一个女孩 就是江义 我的准大嫂 我发觉他的这份感情后 第一时间警告过他别动何家和江家的人 大哥对不起都怪我 我知道大哥怕我做出什么事 所以叫我好好地等他回来 可我怎么能不插手 这时候我大哥敢去咖啡厅 只怕徐北早都跑了 无奈之下我打给林恩 要来我亲生父亲的电话 我语气冷漠 丝毫不管弯抹脚 告诉我徐北在哪 他绑架了江义 电话那头他不以为意 甚至开口劝我 爱因 你弟弟喜欢那个女孩 你就不要管了 我态度强硬 不容反驳 他喜欢谁都行 唯独江义不行 江义不爱他 他有些不悦 就算他是我领养的 可他毕竟也是你弟弟 我知道现在是我该去他身边的时候了 便和他做了交易 告诉我徐北的位置 作为交换 我同意跟你走 他那边思索两秒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绝不变卦 他的消息果然快 不到十分钟就查到 徐北现在正在飞往青莱府的私人飞机上 李恩帮我安排了私人飞机 跟着我一起飞了青莱府 我到达他的地盘的时候 他正站在飞机的那头等我 我抢过他身后保镖手里的枪 直奔关着江义的地方走去 我听见他在我身后 命令保镖 跟上 别让阿英手里的枪伤了自己 送江义回国后 我没有半刻停留地 赶回青莱府 下飞机时 看见他们要枪杀一个小女孩 我正要上前 我那亲生父亲 抬手将我拦下 阿英 这小女孩撞见了交易现场 言外之意 他非死不可 那又如何 他只是个孩子 有十岁吗 我披扰他一眼 还是试着叫举着枪的人放下枪 他乖乖地听从了我的秘密 显然这是我这个爹 提前对他们说过的 我走过去 蹲在那孩子面前 替他擦去小脸上的眼泪 双手搭在他瘦小的肩膀上 你家在哪 阿姨送你回去 那孩子声音小小的 生怕说错话 我没有家 也没有爸爸妈妈 他这句话直击我的心脏 我曾经也是个没有家 没有父母的人啊 此时此刻看着这孩子 我做了个决定 那你愿意以后和阿姨一起生活吗 他朝我眨眨眼睛 用力地点点头 软糯糯地叫了我一声 妈妈 我牵起他被吓得冰凉的小手 正要离开时 徐北突然拿着枪跑过来 双眼星红 我急忙将孩子拉到身后 徐北很激动 穿着单薄 星红的双眼 对我歇斯底里的喊道 许音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 他连开两枪打在我身上 我知道他没想杀我 这两枪全打在了我身体的右侧 可他不知道 我的心脏就是长在右侧的 剧烈的疼痛 让我使不出任何力气 甚至已经站不稳 我重重地跪倒在地 就连呼吸都是伴随着疼痛的 原来 我妈当年被子弹打中身体 是这种感觉 我看见许音操出枪对着徐北 她这个表情我太了解了 她是要杀了徐北 不要开枪 别 别动徐北 我虚弱地制止她 并且把那孩子的手递给她 嘱咐到帮我照顾她 我渐渐开始失去意识 挪户中我感觉有人将我抱起 我的头靠在那人的胸膛 能感受到 她因为奔跑而快速跳动的心脏 我想看清她 可我却使不上力气抬头 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是在一个干净整洁的房间里 那孩子正在我身边陪着我 妈妈 你终于醒了 你还疼吗 我常在孩子笑笑 不想让他担心我 我没事 妈妈 那个叔叔为什么开枪打你 我欲言又止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他说 便转移了话题 我给你取个名字 叫何希好不好 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是希望的意思 妈妈 我喜欢你给我起的名字 可是我为什么不和你一样姓许呢 因为许音只是妈妈在这里的名字 妈妈的家在中国 在家那边 妈妈的名字是何物 那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跟妈妈回妈妈的家看看 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在心里说到 会有那么一天 我们会回到我的家乡 那你真的很美 还会有疼爱她的外公外婆 我的枪伤还没痊愈 许燕就当了所有人的面说 要我当她的继承人 还有一撮合我和许觉在一起 许觉是她领养的孩子中 最受她器重的那个 而她嘴上说要我当继承人 实则大部分的交易信息和生意网 都握在许觉和阿普书手里 既然如此 和许觉在一起 当然好 小觉 有你带扎音 我放心 看得出来 许燕真的很信任许觉 于是我主动挽上许觉的胳膊 在她惊诧的表情中对她浅笑 师傅 收下徒弟吧 会议结束后 我让希希扶着我去许北房间 她一直看着许觉离开的方向 妈妈 那个叔叔就是那天抱你去找医生的叔叔 她要当妈妈的师傅了吗 听到希希的话后 我也忘了一眼她离开的方向 多有所思的自语 是啊 她不仅要当妈妈的师傅 什么不仅 妈妈 她还要当谁 我回过神来 捏了一把她的小脸 不当谁 走吧 进入许北房间的时候 她正面如死灰的坐在床上 她整个人都很颓废 面色苍白 为什么不让爸开枪杀了我 我侧身靠在墙上 因为伤口的疼痛 呼了口气 用墙支撑着身体的重心 许北 将义的是你怨我 我理解你 你打我这两枪 我也不怪你 全当我欠你的 她眼睛里疏地不满眼泪 悲伤又恶然的抬头望向我 下一秒就要哭出声来 姐 可你差点死在我手里啊 以后我会留在这里 许北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 为自己而活 她从对我亲爸领养的那天起 每天都在训练和出任务 19岁还被她派去盯着我 她突然消失的那两年 就是为了回来和我亲爸做交易 换自由身 可她到现在都不是自由身 除了她 许燕领养的其他人 何尝不是为她谋取利益的刀呢 许爵士 许北是 林恩也是 就连我也不过是她权衡利弊之后 随时可以抛弃的妻子罢了 西西扶着我离开 路上碰见了许燕 她和蔼可亲地蹲下身 摸着西西的小脸 递给西西糖果 还纠正西西要叫她外公 只有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可以害死自己妻子 抛弃自己孩子 甚至可以杀恶养子的人 怎么可能会真心疼爱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女孩呢 西西抬头看我 向我求证 我点了点头 她才叫了一声外公 回到房间后 我打算把这个家里成人的复杂关系 讲给西西听 好让她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 在这里你有三个舅舅 一个姨妈和外公 还有个外婆 但她不是你的亲外婆 许燕是她和你外公的亲儿子 你见到她要叫小舅 妈妈 你是不是讨厌这个外婆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西西 不管我讨厌谁 你见了他们都要有礼貌 知道吗 还有 在这个家里 你除了我 谁都不能信 西西知道了 我和许决多接触 我后妈肯定恨我恨得牙痒痒 然而这半年来 许燕每天都让我和她们一起训练 却从不让我出去做交易 她嘴上说的好听 我知道 实则她根本没完全信任我 今天 同样是许决带人出去 做交易的一天 可今天 也是我妈妈的忌日 许燕似乎早就忘了十几年前的今天 我妈是如何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给她夺取一次逃走机会的 在我妈妈的忌日 她却哄着她令组的家庭成员开心 远远看去 他们三人真的是骑个融融的一甲 那我妈又算什么 拳击室内 我戴上拳套 对着沙袋一拳又一拳 可这样也无法缓解我满腔的悲伤与愤恨 湿漉漉的东西逼在地上 我分不清这是汗水还是泪水 我恨许燕 她给我和我妈妈带来的 永远是无尽的深渊 房间里 我手里的酒一杯被下肚 却还是忘不了 我妈浑身是血的模样 这画面经常缠着我的每一个夜晚 她根本不爱我妈 才不到三年而已啊 她就娶了别人 和别人有了孩子 抛弃我十五年 雪昂都是二岁了 可笑 哈哈哈哈 我可笑着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嘻嘻过来 抓住我握着酒杯的手 妈妈 你别哭 我永远陪着你 看着面前这个只有八岁的小孩 她明明自己过得也很难 却总是想让我开心 我告诉自己 既然做了她的妈妈 就要做个好妈妈 看着她 我总能想起小时候的自己 我亮亮呛呛呛地站起来 张开双臂 弯腰想要抱她 可是没站稳 马上就要摔倒 却被人一把扶住 阿音 这个人还叫了我的名字 我怨呼呼地抬眸 好像看见了许觉 许觉 我醉醺醺地笑出声 额头直直地顶在她的胸前 忧伤又可怜 师父啊 为什么要救我 也许那天死在许北的腔下 也不是为一个好的选择 醒来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的房间 意识到昨晚的事情 我猛然起身 抬手扶上脑袋 顾不上头痛欲裂 我回忆了一遍我说过的话 庆幸没说出什么不该说的 才松了一口气 许晏希望我能和许觉结婚 这样她就同时握住了两把利刃 可利刃都是双面的 她不会不知道 用不好会伤了自己 我找到许觉的时候 她正在车前吩咐完手下 拿出一根烟放到嘴边 点燃 我换上最温柔的笑容走过去 师父 她纹身回头 我看向她的眼神里 充满清澈和明亮 师父 爸让我来找你 叫我们今天出去逛一逛 嗯 上车吧 她抬手要开车门 我突然凑过去 挡在车门前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吗 不如我们先去看电影 然后再去逛街怎么样 她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 那热烈炽热的眼神 就像是要把我揉进身体里似的 我也意识到 我和她的距离有些过于近了 一阵风拂过 我被她手中的烟呛地咳嗽一声 她这才回过神医开眼眸 看了眼手中的烟掐灭 就看电影 逛街 明明播放着一部喜剧 我去哭了 看着电影院里 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有和兄弟姐妹来的 有和爸爸妈妈来的 我想念我死去的妈妈 想念在国内的父母和哥哥妹妹 那种疯狂又无力的思念折磨着我 许爵将手帕递到我眼前 顺着她胳膊看去 她却没看我 逛街时我被空调吹得打个颤 她脱掉外套披在我身上 她似乎看出来了我的疲惫 如果你累 就不要勉强自己 我总觉得 她是个能把我看透的人 我缓缓开口 我们回去吧 晚上我带着洗好的手帕 敲响许爵的房门 打开门的立刻 她身着浴袍露出坚实的肌肉 看见是我 她急忙裹好浴袍 欠了半个身子 示意我进去 我将手帕放到桌子上 师父 谢谢你 不只是今天 还有昨晚 还有那天 你及时抱着我找医生 她叮了我许久 淡淡地说道 不用放在心上 师父 我再次喊住她 深吸一口气 慢慢走近她 你知道爸的想法 她希望我们在一起 但我要是不喜欢 就不会试着接触 许爵 我对你有好感 你呢 你都有好感吗 我步步逼近 微调着好看的眉 很期待她的回答 她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眼神在我嘴唇上扭转 我清楚地感受到 她呼吸开始变得粗重 抬手紧固住我的腰 手臂用力 将我提了起来 脚尖点地 她吻了我 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我嘴角勾起了一抹好看的弧度 一吻结束 她勾起我衣袖里的手指 温热的指腹 抹扎着我的指尖 痴痴地看着我 我会保护你 我抿唇笑出声 冲着她点头 却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丧尽天良的毒贩 怎么会懂得护好他人 和许绝确定关系的第二天 我突然收到通知 下午的交易 让我带人去 直觉告诉我 事情没那么简单 想要彻底取得许焉的信任 还得付出些代价 这次的交易 不知怎的被警察知道了 他们摸过来的时候 我们反击 有人趁乱开枪打我 而开枪的人是我们自己人 明显有人想我死 这一枪 更是准确地 打在了我身体的右侧 我抬手捂着受伤的位置 躲在一个木头箱子后面 鲜血浸红了我胸前的衣裳 是许绝抱起我 逃离了那里 我彻底失去意识前 还听到她焦急地喊我的名字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 醒来的时候 我还是在上次受伤时 那个熟悉的房间 身边除了有希希以外 还有许绝 见我醒过来 她好像松了口气 醒了 我望着许绝伸碎的眼眸 虚弱地道了声泄醒 她恩了一声 伸手将我的被子向上拉 好好休息 她走后 希希小声叫我 探了下走廊 又把门锁上以后 她在我身边跟我说 妈妈 是外婆做的 我有点惊讶 谁告诉你的 我偷听来的 妈妈 外公知道是外婆伤害了你 她打了外婆耳光 说她毁了什么计划 外婆说 外公把什么都要给你 她不甘心 妈妈 外公不是对我很好吗 可她为什么跟外婆说 随便什么时候杀我都行 我看希希越说越伤心 更是怕她祸从口出 便抬起手 轻轻捂住她的嘴 嘱咐着她 希希 这些话 你除了跟我说过 还跟谁说过 没有了 妈妈 好 这些话以后要烂在肚子里 谁也不许提起 而且以后不许偷听 这种危险的事了 知道吗 她委屈的点点头 你要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你放心 妈妈会保护你 你知道的 除了妈妈 没等我说完 她接过话去 除了妈妈 我谁也不信 我轻抚着希希的头 眼神里对许燕和耶稣的憎恨 又多了几分 她明知道是她要置我于死地 却只是打了个耳光而已 她明知道 见到她我二话没说 跪在她面前 痛心疾首的包揽全部过错 爸 对不起 这是我这15年来 第一次叫她爸 很明显 她微愣以后 心情变得还不错 阿英 快起来 我没脸起来 是爸信任我 才让我带人去交易 可我不仅损失了货物 也害我们失去了几名手下 我对被自己人打伤的事 只字不提 将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还在刚才跪下的时候 故意扯伤枪口 现在鲜血已经渗透了出来 我疼得脸色发白 她也看见了伤口 急忙过来把我扶起来 阿英 这次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们当中出了内鬼 内鬼 我一副不可思议的模样 随即又越发愧疚 都怪我没提前发现 没关系阿英 等你伤好了 去你up书 那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意网 你了解之后 出任务的机会只会更多 不差这一次 这表明 许燕开始信任我了 离开的时候 我看见一旁的后妈 脸色巨黑 我都已经以退为进到这个地步 从我叫她爸开始 到我包揽责任 再到我伤口流血 我打赌只要不涉及权势利益 她一定会对我愧疚的 事实证明我赌赢了 这枪子没白矮 我到底还是撕开了一个口子 这足够了 足够我一点一点 拔出许家这个毒瘤 我掌握了许家生意网半年多 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但我知道 阿普叔让我了解的 只是一部分而已 不全 我偷听到我后妈 要许燕别轻易相信我 她是为了和家才来的 她一直不认你 又突然叫你爸 如果她真的有问题怎么办 许燕语气阴沉 声音冰冷到极致 我有分寸 但你要是再感动它 就不会还是两个耳光中简单 知 知道了 来青来府一年多 我和许决的配合越来越有默契 一起带人做了不少交易 已经一年多了 我还没找到时机 一锅端在这里 没没想到这 许多情绪都无法排解 我便学会了吸烟 靠在树上 拿出第二根烟放在嘴边 点燃 突然传来一声声的气惨苦叫 许燕走过来 试探性地问我 过去看看 因为外翻着 脸上明显是受过重物击打 整个右半边脸都是肿起来的 眼眶都是血 另一个人是连眼睛都睁不开 而这地下室里一暗潮湿 摆满了各种刑具 地上的血 好像每天都会换一批新鲜的 我从没来过这个地下室 见我进来 小石书才放下手里的电棍 阿英 大哥 怎么把阿英带来了 我侧头看了许燕一眼 立刻明白 他是故意带我来的 带阿英来看看 这种事总有 以后就该让阿英来解决了 我顿感不妙 什么事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处理卧底 我伸出手指着被吊起来的两个人 他们俩是卧底 许燕走进那两个卧底 笑得阴森恐怖 这俩卧底可是有大来头的 是吧 陈警官 张警官 许燕叫他们警官 我才仔细辨认他们的脸 那位张警官我不认识 但这位陈警官 我以前见过 他俩都是中国境内的警察呀 我还没回过神 许燕已经拿枪对准了陈警官 我没控制住自己 出声制止 爸 你要杀警察 我最恨的就是警察 我不杀警察 警察就会杀我 我知道我但凡出声 他就会怀疑我 果然他腻了我一眼 慢条思理地收起枪 掏出把刀递到我手上 安音 你来替我废了他的手 看着他邪恶的模样 活脱脱就是个魔鬼 我不想这么做 可我不做 他不会彻底信任我 他故意带我来 目的显而易见 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 没什么情绪起伏 可我握着刀走进陈警官的时候 还是不忍心 握着刀的手都在打仗 安音 就是这帮警察 害得我失去你妈 害得你成了孤儿 许燕就是个恶魔 明明都是他的错 他却永远都怪别人 我将陈警官放下来 他倒在地上 我用刀割开 困住他双手的绳子 蹲在他身边 他就那么看着我 嘴角竟然勾起 一抹浅浅的弧度 我不让自己有眼泪 此刻他还在我身后催促 有我勾人性命的恶鬼 安音 动手 我抓起陈警官的一只手 压在地上 握着刀的手停顿在半空中 他再次催促 声音中带着利盒 动手 我紧紧闭着眼睛 将刀直直地 插进陈警官的手背 他的惨叫声 传进我的耳朵 我才缓缓睁眼 眼泪不受控制地 逼在了他的手背上 还好 地下室是阴暗的 我木然地站起身 许燕从我身后 拍了拍我的肩膀 满意的笑容挂在他脸上 安音 做得很好 回去休息吧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走出地下室的 胃里的不是赶 再也控制不住 我跑到很远的一棵大树下 吐了起来 我胃里没什么东西 也吐不出什么来 却还是一只肝偶 我发现我的眼泪 已经打湿了脸颊 一想到我自己 做了那么恶毒的事情 我就恨 恨自己不能改变现状 也恨他 丧尽天良的毒贩 我抬手抹去眼泪 深呼吸调整状态 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回到房间 晚上我听到外面有狗叫声 院子里他们牵了很多只狼狗 每一只都露着凶狠的尖牙 他们把陈警官从地下室里带出来 扔进巨大的铁笼子里 那些人动作整齐地摘下这些狗的嘴套 我急忙跑过去 爸 你这是干什么 他似笑非笑地盯着笼子里的陈警官 让人不禁头皮发麻 这些狗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 今天就让他们来送他们一程 他们在我瞪大的眼眸里 把所有狗放进关于陈警官的笼子里 我急忙把嬉戏转过身 捂住他的耳朵 我掏出手枪 想要给陈警官一个痛快 却被许爵按住了手 他冲我摇摇头 我不忍心看陈警官如此 强忍着心里的疼痛 扭过头不去看 许爵将我搂在怀中 湿了他的衣巾 许燕 魔鬼 第二天我去地下室的时候 张警官明显知道 陈警官是如何惨死的 他边哭 边一声声地喊着陈警官的名字 许燕叫我开枪打死他 或者让他跟陈警官一样 被活活咬死 我终究开了枪 从此这个世界上少了一位张警官 我亲手打死了警察 他总算对我有了九十分的信任 我的所作所为 得力的人去谈底大生意 那将是收网的最好机会 收网这天 中泰双方的警察都在 小师叔和我后妈被抓 阿普叔赶回来的时候 他电脑中的经历文件 已经被人拷贝走了 阿普叔最终掩护许燕 做直升机逃了 他总是能逃 中枪了都能逃 为什么总是有人掩护他 帮着他 不过曾经庞大的家族 现在仅剩他 阿普叔和他带走谈生意的那批人 这次我知道了 许爵也是我底 我赶到阿普叔房间的时候 看见许爵倒在血泊里 一动不动 和那年我妈妈一样 脑海里不断闪烁着 我妈妈浑身是血的模样 和现在许爵的模样交替 头痛感欲裂 我捂着脑袋 蜷缩在角落里 我跪爬到许爵身边 将她的头抱在怀里 泣不成声 一种叫做心痛的感觉 占领了我的身体 泪眼朦胧间 我发现她的手紧紧攥着 我用力掰开后发现是优盘 我把她交到了谭叔叔手里 谭叔叔要我撤回国 我不肯 因为许爵还没被抓到 她一天不被抓 我一天都不会安心 许爵的遗体被谭叔叔带回国 我亲吻了她的嘴唇 这是最后一次 许爵和西西跟着我 逃到之前准备好的安全屋 姐 爸爸是在你十岁的时候 抛弃了你吗 这是许爵第一次跟我说话 是 那她这次应该也抛弃我了 我也是第一次 这么认真的看着许爵 我发现她小小年纪 竟然有股沉稳在身上 她抛弃你 但你现在不是孤身一个人 你还有我 许爵逃到了缅甸北部 我在缅杯找到她的时候 她拿枪指着我 你知不知道许爵是卧底 她眼神阴森恐怖 比十七年前的那天更可怕 我不知道 她厉声大喊 你真不知道 阿普叔握住她举着枪的胳膊 示意她放下 大哥 看样子 阿英真的不知道 爸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卧底 我要是知道 我岂不是也成为卧底了 我一直解释 我要真有问题 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缅北找你了 她这才慢慢放下戒备 但还是愤怒地 把房间里的东西砸到墙上 我十七年前 栽在警察手里一次 十七年后 竟然又栽了一次 许爵已经被阿普叔打死了 许燕说 她该死 我强认心底的不是敢 对她说道 爸 我们回国吧 你说什么 她瞪着星红的眼眸 再次用枪指着我 警察现在满世界地通缉你 他们不会想到 我们会偷偷回国 而且 马上就是我妈妈的祭日了 我想看看她 我已经两年没看过她了 你已经十七年没看过她了吧 提到我妈 她跌坐在床上 小雅 她叫着我妈的名字 说对不起她 我内心冷笑 你对不起我妈 你当然对不起她 你应该下去陪她 爸 妈妈的骨灰在天际公墓 我们去看看她 顺便把她接到我们身边吧 阿普叔强烈反对 但她还是同意回国 我不清楚 是什么让她同意的 是她对我的信任 还是对我妈妈的思念 都不重要了 她打着雨伞 站在我妈妈的墓前 看着墓碑上 那张令人惊艳的照片出神 一雨的天气下 我们每个人都一袭黑色风衣 气氛格外沉重 小雅 我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枪 面向许燕 枪对准了她的头 雨点哒哒地 打在我手中的黑色雨伞上 我想起她抛弃我那天 也是个雨天 她看向我的眼神里 除了震惊和意外 还有一丝痛苦 阿普叔赶紧挡在她的身前 阿英放下枪 阿英 我始终举着枪 许燕你逃不掉了 你的人生 本该在17年前就结束的 是我妈用她的命换了你活着 许燕冷笑 眼睛里居然笑出了泪花 我这辈子栽到卧底手里三次 最后这次竟然是我最爱的女儿 承认吧 你从没爱过我 你只爱你自己 警察已经把许燕和阿普叔团团围住 大声命令阿普叔放下枪 直到许燕被警察押走的那刻 她才不甘心地问出那句 许燕 我可是你的亲爸 她想不通 作为她的女儿 为什么背叛她 你是我血缘关系上的父亲 但你也是个害了无数人的毒枭 是个丧尽天良的恶魔 你害了我妈 害了我 被至亲抛弃的感觉 你现在知道了吗 一切都结束了 我无力的双手再也握不住雨伞 独自一个人站在冷雨中 任凭雨水打湿我的头发 衣服 伸出手想把雨水抓在手里 她就顺着我的指缝流走了 我从来没抓住过 对我而言重要的人的手 我妈妈 还有许决 我都没抓住过 但这次 我的家人 我都会抓住 我叫何物 从决心做卧底的那刻开始 就没想过还能做回何物 许决的骨灰 被放在战士的陵园里 谭叔叔说 他拷贝下来的 又盘起了大作用 帮他们间接捣毁了许多交易地点 抓到了不少贩毒团伙 他被上级系了一等宫 谭叔叔说 一等宫是许决一直以来的梦想 我突然发现 我一点都不了解许决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梦想 他的人生 我带着西西和许杨回到了何家 我爸我妈他们 见到我的那刻 竟然惊讶地说不出话 爸 妈 我回来了 他们二老哭了 我爸还叫我妈赶紧打电话 告诉大哥他们 小屋回来了 我回到我曾经的房间 还和我离开那年一样 什么都没变 我妈说 他每周都会进来打扫 他每天都盼望着我回来 我带着西西和许杨 去我亲妈的目的 西西乖巧地叫声外婆 妈妈 小舅舅以后会跟着我们一起生活吗 我看了许杨一眼 只要看他的想法 他真诚地盯着我的眼睛 姐 谢谢你 从内抛弃我 下雪了 许决在那边会冷吧 天启是四季分明 冬天总是那么寒冷 我独自一人 踏上了去泰国的飞机 来到当初 我们一起坐卧底的地方 我给他烧了很多纸钱 你小子 多拿点钱 在那边娶个媳妇 对了 娶媳妇不能没有房是不是 我一把火点燃了 我们卧底时 他房间的床 房市烧不起了 给你烧个床 火势越来越大 我从浓烟中离开